美国疫苗接种率至今只有三成 但第四波疫情却蠢蠢欲动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星期一发布最新报告 针对市面上已经接种 辉瑞或莫德纳疫苗的民众展开实验 结果显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后 可以达到九成以上的免疫效果 而只是施打第一剂疫苗的民众 也有80%以上免疫几率 更重要的是两家疫苗都能 有效避免无症状感染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星期一发布最新研究报告 当局在去年12月14号 到今年3月13号之间展开实验 针对3950名容易暴露在 感染新冠肺炎的医疗人员 以及其他前线工作者调查后发现 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不止大幅降低重症患者的发病率 也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形成阻止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隐形防护罩 保护效率最高达到95% 参与试验的前线人员中 大约2500人已经施打两剂疫苗 近500人仅完成手机疫苗注射 剩下的都是还没接种疫苗的前线志愿者 结果发现接种疫苗者的感染率低至0.04 未接种者1.38 期间没人死亡 只有两个人送院治疗 由于全美单日确诊病例近来出现回弹 美国疾控中心呼吁民众主动接种疫苗 希望早日挥别疫情噩梦 加拿大方面 血栓疑虑则动摇当地政府 对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性的信心 为了避免闹出人命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星期一宣布 暂停为所有55岁以下的人群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同时要求卫生部指示疫苗制造商 提供不同年龄和性别组织的风险评估资料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 欧洲药品管理局等单位 声称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 不过加拿大采取谨慎的做法 暂停使用这一款疫苗 安排让民众注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当局也呼吁过去20天内接种疫苗 或今后注射疫苗之后 身体出现不良症状的民众赶紧就医 卫生部门到时候将会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 安排注射第二剂疫苗 感谢您的注射